这个metal crimper是专门用来给铁管子一端起纸用的 这样能更容易的把它插到另一个铁管子里 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也是我们现场必不可少的铁皮加工工具之一 我们在铁皮管子一头压纸的主要目的是 让这一头直径变小 这样才能更方便的把它插到另一个管子里 把两个管子连接起来 虽然现场比较常见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这个工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工具 它一边有三个尺 另一边有两个 也有其他不同尺的 但是这一种是比较常见的 像这个工具正确的使用方法是把这个词多的 也就是三个词这边放到管子里面 两个词放在外面 要是你放反了 你比方把三个词放在外面 两个词放在里面 这样夹出来这个管子呢 夹出尖就是错误的 可以看一下 这样夹的呢 就是不是很好的 你要是反过来把三个词放在里面 两个词放在外面 夹出来就比较好看 我们用正确的办法 我们用正确的办法把三个词放在里面 两个词放在外面 夹一圈看看 用正确方法夹出来呢 样子也比较好看 而且呢还能达到我们这个直径缩小 更容易插到另一个管子里面的这个作用 如果用反的方法夹出来呢 它这个往管子里面插就不是很好插 大家可以试一下 遇到铁管接放的地方 因为它比较坚硬 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去 不用夹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正确方法夹完以后 是这个样子 这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再用错误的方法 再做一下实验给大家看看 我们用错误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两个尺放在里面 三个尺放在外面 然后夹一夹看一看 这样呢 夹出来的也不好看 而且呢 它那个指径缩小的 也没有以前那个正确方法 呃缩小的大 所以说往管子里面插的时候啊 也不好插 我们夹完以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形状呢 就很不好看 然后我们和刚刚夹的那个正确方法 夹出来的比较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哪个更好 我们呀也找了一段机器夹出来的 呃 然后和我们刚刚自己用两种方法夹的 然后比较一下 比较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呃 这个三个尺在里面 两个尺在外面呢 这种方法夹出来呢 就比较接近于机器夹出来的 除了这种手动的之外呢 市面上还有一些呃 电动的可以夹着的这些工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 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7更加 4 7 4 1 1 d